那個一個比如說一個系統的設計流程啊 基本上就是先把畫面做出來 一般如果畫面的部分一般叫做V V的話就是叫View畫面 那再來是把程式寫出來 就是C 在最後呢在設計那個資料 資料結構所以M 資料放哪裡 所以一般坊間有那個什麼 專門在講那個就是那個設計流程的 所以有些應徵工程師裡面要懂什麼MVC的架構 其實很多地方都用MVC就可以搞定了 V的話就是畫面 就我們現在介面 C的話是程式的控制 M的話就是資料放哪裡 就資料庫 OK那其實基本上 VPA也可以符合MVC的架構 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這個概念還蠻重要 因為很多地方 程式的都是這樣算寫出來的 那做完之後的話接下來我們需要什麼 當他下拉一個 自動帶出 單價 當我輸入一個數量 他自動帶出小計 所以當他Change的時候 他 也要Change 所以特別注意喔如果我今天輸入 多少 另外一個是當我刪除的話 他也要刪除 這個地方該怎麼寫 OK 所以基本上 一樣啦 反正 未來你們在設計表單的話 反正就是 去理解 而不是死背 這個地方其實告訴各位 不是 學習 怎麼去設計的一個 邏輯 那邏輯如果通的話 以後都這樣做就好了 也不用背 不然的話 說真的 你 去坊間 買書籍 回來看 可能看漫天就會發現我好多東西要寄喔 寄不完的東西 盡量去理解 所以第一個 當我在這邊做個什麼Change 所以基本上 把它點兩下 當數量Change的時候 那做什麼呢 我先重來好了 我們用理解的方法 不用死背了 所以 先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表單裡面的這個點兩下 數量點兩下 他會自動叫出一個叫Change的一個事件 有沒有 當這個Change 這個是數量 如果數量Change的話呢 那我要Change哪一個呢 他下面這個 我是這邊叫LBLD 他改變 他跟著改變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那我就是當他Change 做什麼呢 第一個 如果他Change的話 那你就幫我把什麼 把 數量乘以單價 單價乘以數量也可以啦 就是 TS TB裡面的資料 诶 資料就點test 乘上什麼呢 他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 再把它丟回去給誰呢 給這個 所以這個敘述可以懂嗎 後面的 賦予到前面去 後面賦予 一行就搞定了 所以呢這個寫法是這樣的 Change LBL 被丟進去的寫在前面 LBLD 點 那特別注意喔 Label是caption 不是test 所以這邊你可能稍微稍微記一下 caption 他裡面的caption 等於什麼呢 TST B裡面 點test 乘上 什麼呢 TST C裡面的test C OK 好 他們兩個相乘的結果 幫我丟到這邊來 ㄟ 得失正確的結果 其實這也是VBA的特點 因為VBA 如果你中間 遇到一個 預算是乘號的話 他會把前面的東西 本來是數字 本來是文字 自動 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地方 會比較友善一點 因為他會自動幫你轉 只要遇到什麼呢 加減乘除 因為 文字不能加減乘除 只有數字可以加減乘 那VBA這一點是 比較有人情味的 因為他會自動幫你轉 但是呢 其他的語言 比如你寫C C++ Java那些 絕對不可能 他一點都不會 他有點反正不通人情的 你沒有轉 那我就使當給你看 可是VBA不會喔 VBA會怎麼樣 他看到加減乘 我剛開始也不能理解 後來我發現 對喔 我好像形態錯了 他居然也可以讓我對 這個就是VBA 他的特點 所以這可能要稍微 了解一下 不然有用 老師這個是文字 乘文字 因為中間是 運算只是乘號 所以自動幫你轉 如果你這邊是一個END END是文字串文字 他剛好顛倒 如果又遇到END 如果是數字 自動幫你轉文字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串接 的符號 串接符號呢 前面後面串的 都一律是要文字 才能串 所以如果你丟一個 數字給他 他會幫你轉文字 剛好顛倒 OK 這個概念應該有了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這個 100然後 乘上50 有了 可以了 可以跑了 但是會有個問題 如果怎樣 你把它刪掉會怎麼樣 Deletele 因為deletele 裡面就變空的 空的乘空的 空的什麼都不是 他不等於0 所以你把它deletele 發現什麼 形態不符 如果你丟一個空的給他 他不會自動幫你轉 因為轉不了 空的沒有辦法對應到任何的數字 你想說 老師空的應該自動幫我轉成0就好了 抱歉 他沒有做到這麼盡善盡美 OK 所以理論上 會出現形態不符 為什麼 因為空的 就不是一個數字 所以偵錯一下 會錯在哪裡 這個地方沒辦法幫你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哪裡呢 如果 一種情況 如果 什麼時候才運算呢 就是當那個什麼呢 那個小記裡面一定要有東西 所以我可以怎樣呢 如果 一定要有東西的話是 不等於0 不等於空的 一定要有東西 就是不等於空的 這個邏輯應該可以理解 裡面一定要有東西 才去運算 then 做這件事 那後面記得 再加一個什麼 andif 所以其實程式都不需要特別去背他 只要理解我想應該就OK 然後把他拉回去 程式倒車 讓他先判斷一下 好 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 所以他怎麼樣 跳過了 什麼事都沒發生 會不會錯 不會錯 不過後來 其實程式永遠寫過 為什麼 因為 你寫完後來發現 什麼 老是這邊空的 這邊應該也要幫我清空啊 對不對 所以對 那怎麼清空 他是 LBLD Caption 等於空的 所以你可以再多加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 就是 這個地方 反思 的邏輯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這個地方 有個 L 就是 如果他是空的 那我這個LBLD 裡面呢 也要是空的 所以等於空的就好了 這樣子他就連貫 如果他不等於 空的 才去做 這一件運算 可是反思就是他是空的 那我也變空的 他兩邊就變空 OK 試一下 這邊的話執行一下 如果100 他會 那如果是清空 選取他 Deleteer掉 一起空 OK 所以這樣的話就完成 我們要的這個數量 自動把小計帶出來這個需求 所以程式的部分的話 其實也沒有很複雜 大概就這樣 就主要是 你那個邏輯觀念的 這個這個 把它使出 我也把它寫在 放在雲端上面 請各位試一下 那寫完之後 後面還有一個 最難的 等於是 最難的是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最後呢 做完之後應該是 下拉之後 數量也有了 然後呢 地區也有了 那我希望按下確定呢 自動幫我把結果放在哪裡呢 放在原始資料裡面 假設這邊 自動幫我增加一筆 有沒有 自動幫我放到這邊來 然後呢 自動幫我 再一個編號 有沒有 這個才完全可以 跟前面的邏輯一樣 只是說做的動作是在表單裡面 要怎麼做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想想看 這個也是最難 的地方 但是你說難 也不會很難 反正只是 把資料第一個先確定 它在哪一列 所以你可以偵測嗎 最下面一列 把它加一不就好了 這一列 然後把BCDEF 一個蘿蔔的坑 把資料放進來 那 編號的話呢 自動再怎麼樣 再把它加進來 不就OK了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